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人发明了一个小的机器人 Cleanse Boot 这款机器人有四个紫外线灯 这四个灯主要适用于卫生消毒 在Cleanse Boot的安放上是上下对称的 由于现代酒店的一切不能保证 以携带这款机器就能够直接对其进行消毒 对床部的消毒过程当中 如果它键色到上面有覆盖物的话 就会同时打开四个灯进行上下的同时清扫 在检测到没有上方覆盖物的时候 就只会开启下面的灯进行消毒 同时这款机器人还有18个传感器 这样的传感就能够保证 它能够监测到四周的情况 在Cleanse Boot的打扫过程当中 不至于掉落 由于现代智能化的操作的熟熟 所以这一款机器人也是在利用AR操作 这样的智能化应用 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求 对其进行一定的消毒 就可以不管管这方面的事情 Cleanse Boot在达到的制定时间 就会自动熄灭 完全可以自己进行一些其他的工作 也有人会担心 这样的一款机器人会不会非常的难以携带 其实Cleanse Boot的整体只有320克 由于它的一些内置系统 还可以直接完成充电宝的工作 这样就能在更大程度上 减轻人们的携带负担 除了自动化的模式以外 它还可以进行手动模式 对人们需要进行消毒的一些东西 进行手动的清扫 这款小机器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 保证人们的一些外出卫生 也可以在家作用 Cleanse Boot是一款比较性能不错的东西 能够在卫生方面进行相应的保障 也是现在社会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件事 这样的一款东西你会需要吗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